我会预留一个时间是给大家提问的 会有时间给大家提问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可以留心听一下刘先生的一些讲解 那我是刘先生 Wild Bear Company 亦都是HKDiscovery的合作伙伴 那我介绍一些介绍自己 那我本身是韩派公司 亦都是香港第一间DGI产品的经销商代理 那今天会讲回多些新旧例的分别 现在最清楚就是现在新行的法例 其实都是针对回旧例的一些灰色地带 或者不清晰的地带 去做一个新增的处理手法 针对回现行航拍比较多人去使用 而且意外率比较高 那么意识呢 记得所有的法例都有一个原则的 行派法例今次的原则呢 其实就是针对回对公众的安全的 那所以有它里面相关的一条款呢 如果你理解成为对公众安全的指引的话 你就会容易理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可以当理解当是汽车的考牌制度 所以每一个驾驶人士都会有一个安全的操作 的基本概念才去使用 那而且一个责任呢 就不再是说我不清楚一条法例就代表 可以出了事有免质了 就很明确地写明很多 包括什么以前可能说 禁非区的地方是哪里一带 究竟是哪一带呢 维港究竟是多阔呢 是否可以维港里面 还是维港附近一带 包括绿地呢 等等的问题 其实现在已经是很细细地在一个圖 那里去展示给大家知道 那也都是排解了所有的疑惑的了 那六月一号之前 其实是一个旧的物航法例 那那个其实已经是比较旧的了 那其实它针对的呢 已经是一些以前其实没有航拍机了 就是一些自早的遥控直升机 总之飞上天的遥控直升机 或者长机等等的规例呢 基本上呢就是 旧例去涵盖的 那其实不凡指 升上天有动力装置的器械啦 那当然你是要用燃油啦 电池啦 或者用其他的动力装置 动力装置代表些什么呢 那当然如果你说 有一样装置是用淡气的气压 来运作的也都算了 那也都包含了一个热气球等等 升上天的动力装置的 那在旧例底下呢 很多人都会说 常常都说 我的飞机的机种 比7公斤便可以用啦 那其实呢都要留意回啦 其实以往呢 一向呢都是说 不可以重过7公斤的 也都呢 其实有分是一般用途 还是一个叫商业用途的 一个瘦身商业的用途 其实无论你的机器多重呢 都是需要拿我们以往的航拍的permit的 但是当然啦 因为那个刑质比较低啦 还有就太多人可以说 违规的使用啦 过于太多的这个用量啦 包括在YouTube啊 个人私人的Facebook啊 Instagram 都很多一些航拍的 的违规的操作啦 那在旧例底下呢 其实简 最简单就是一般使用 和商业使用而已 那一般人去使用的话 低过7公斤 在一些合法的地方就能飞 的啦 简单来说啦 那我不详细说以往的航拍啦 因为 免得混淆 还有可能大家都可能 都一直都有一些误解的 那都是针对新例啦 因为打后我们面对的是 比较复杂的新例的 旧的指引下呢 就没有分到一样叫做 是商用 但是有商用的用途 有一般用途啦 但是是没有教育的用途的 那所以在新例底下呢 因为有一个叫做 教育使用的一个叫做 exception 就是说 它是会 如果你 面对一些requirements 是针对在你们学校 使用于教育的某一个范畴的话呢 现有的某些的法例呢 是有一个的豁免权的 但是这个豁免权呢 都会有一些叫做 我们叫做有一些的 不算是一个陷阱 算是一个比较 涵阔不闊的地方 就是包括 等一下会提及到的 教育用途的使用呢 其实简单呢 就是在校园内而已 校园外的话呢 的教育用途呢 其实就不包括的 就跟回新例的基本指引 就不跟新例的教育指引 大家要清楚这件事情 等一下会再看一看的 旧例的话 在一个需要 permission的操作的话 其实呢 都会有很多的指引 其实很多都会伸延到 新例的一般指引那里的 那等一下如果有老师 在新例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提及呢 我才再走回 这个的powerpoint那里再去解释 但是你会看到一般的 这个无人机的操作时间 在白袖的时间 究竟白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以往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 那就是说 夏天日长夜短这个时间的情况 就因应拍摄者觉得 那天你清不清楚看到那架飞机了 那但是在新例底下呢 日间的定义呢 就变成是日出前半个小时 去到日落后半个小时 大家没听错 日出前半个小时 其实是有少少蒙光的 那行驼处那个 宽松的态度呢 已经是去到日出之前 那半个小时的微弱的光线 都合乎他们的操作原则 也都在日落后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都是属于合法的操作时间 那但是记得了 所有的航拍机 很多的使用的方面 去到夜晚的飞行呢 或者一些我们叫做 不合法的一般操作呢 其实是全部都是 新例都是要拿一个permission的 总之 你见到条例说 不做得在你那个范畴的事情呢 不代表其他人不做得 只是代表其他人 或者一些有资格 有资力 文行处认可的人呢 是可以申请一个豁免的permission的 那那个是可以有 可以做到的 那所以你会见到 譬如可能 包括今天我们会提及到的 航拍新例的宣传片 啊 港主要大旗的宣传片 等等的政府宣传片 都会见到我们会和他去拍摄的 那很多的宣传片 其实都涉及到一些叫做 permission的操作的 新例底下呢 我们叫小人无人机的操作指令 那是在一个四四八支章里面的 那是得加了这个范畴 那在六月一号呢 就生效了 历史呢 就四年的 那我们在四年前 已经和盲行处开会去谈这个新例 那当然 过了两年多三年打后呢 也都帮盲行处拍了新的宣传片 那那新的宣传片 只是大家就千万不要和教育那边的操作 有少少混淆 那是一般的操作 但是我们都要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新来 再重新一次 新来最 最繁复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在教育上 有一个的豁免规限的 但是 在学校使用 譬如可能 一些航拍的 一些学会或者 校园电视台 那可能在户外 或者其他公众地方 也好户外也好 或者简单 学校以外的地方使用 航拍机 其实呢 就是跟回一般操作 就没有了教育的豁免权的了 你只要离开学校的范围 就已经没有了一个豁免权的了 那所以我们都是要说回 一些关于新来的东西 那文行处的网站 那其实都已经标明了很多新的指令 那大家呢 都可能有很多人呢 在这一段时间呢 有关心这一样东西 因为知道这一样东西 是会比较重刑责的 我之前都提及过了 现在的最重刑责 干犯无人机 是无需要 记得 是无需要有任何的伤亡 最高的刑责 都已经是可以去到罚款十万元 和监禁两年 什么人会 那有些人可能说 哦 可能小朋友 学生使用 或者 外判的一个公司机构 过来去介绍航拍机 或者我请一些人 过来学校那里拍摄 那在 旧礼呢 哦 那个人 犯了麻行法 或者他在你校园的地方 就是刚弄到学生 那这样 那干犯了麻行法的罚则呢 其实就针对了 所有操作的人士身上的 那但是 注意一下 在生意底下的话 那在一般的情况下 犯法的人 或者 航拍的使用 导致到任何的伤亡的话 操作的人员 一个叫做负责人 就是说那个 无人机登记的负责人 可能一间公司 一间公司 派一个员工过来来拍摄 负责人就是什么呢 那间公司的股东 他派他的员工过来拍摄 然后出了意外 股东 就是那个负责人 拍摄者 加上 允许他在那里拍摄的人 又或者叫他 去这样 去怎么使用航拍机的导演 三人变成是同罪的了 以一新的航拍法例就是 操作有失误的话 知情的人 找他的人 找他的人 负责的人 三人是同罪的 但是当然 case by case 的意思就是说 他对于那次意外 有没有一个直接的话 但是当然 譬如可能 当值的老师 或者负责的同事 和那个人拍摄的时候 叫他怎么拍摄 而有间接影响到意外的话 其实他们和拍摄者是同罪的 那当然刑责会不同 那我们说回现在 新的法例下 其实在物行处 都会看到有很多的地方 包括现在 新的航拍的片段 那我们都在这里播一次 或者大家可能未必有留意到 那也是我们帮物行处去拍摄的 无人机令已经实施 有关危险行为 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 而对注册 标签 培训等要求 就有宽限期到11月30日 放飞无人机前 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站通 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放飞无人机 不可以异弃 那这个宣传口号 其实就是想正正告诉大家 其实操作无人机 在现在的法例下 其实就是跟车一样的了 因为涉及到公众的安全 因为不是说说 小撮的人去使用 还有那个飞机的速度 无论是速度 它那个安全的使用的配备比较多 导致很多人都觉得很安全地去运用 而去在一些比较人多挤壁 比较危险 又或者可能会变上 会放任给一些小朋友去玩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多的教学的情况 都是可能学生来上堂之前 其实已经有爹地妈妈 或者在学校的时候 有老师 在一些活动上面 都给他们去尝试使用无人机的 记得在新的无人机令下 一个合资格的航拍机操作员的法定年龄是十四岁 十四岁合法的航拍机操作员 这个必须要注意的 在旧例底下 其实是没有这一样东西的 那些人就会说 那会不会嫌了一点点呢 那但其实都是这一样东西 因为那个容量 和一个意外率 已经开始偏高了 那所以这一样东西都是一个 一个需要做的东西来的 那大家要留意回 就算新例底下 那个法例上有豁免权 都好 他们只要一离开学校 校园跟回新例一般指令的话 如果他是不够十四岁的话 也都不可以是 不可以带他们 就是说我们就算有一个 和话的考察团 要那些学生 载了考察团 学生如果自己带了自己 爸爸妈妈的航拍机 在户外的地方 去用那个航拍机的话 其实都已经是涉及到 违规的操作了 那当然了 如果他身边是一个 叫做一个合资力的人士 去监测 去使用 赋予他的权利 去使用这个航拍机呢 那其实都是合法的 那但是 这件事要注意回 在譬如学校很多旅行 户外的一些活动 考察团 如果学生 只带了爸爸妈妈妈 登记了航拍机 去使用呢 就有个问题 等于一个 未成年的人 开爹地妈妈的车 如果你在你自己 私人花园里面 其实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 开出马路呢 就不行的了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 很清晰的情况 但是 在看很多 收到很多 之前一些 学校啊 大学的 我们教学 教学的 学生啊 或者机构都会问 一件事就是 我们是否只是看 教育 那个 AC009 等一下都会提到 什么是AC009 的指引呢 我们教育用途 我们是看这个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一 离开了学校范围里面呢 涉及到 学生的操作呢 其实 学校是有责任 但是法例已经是 不同之前的了 那这个其实 在 网行署 这一站通呢 这一个 在一个 movie里面 提及到 一站通的那个 是针对 一个新的 登记制度 那在网行署的 网页呢 不是一站通的 这个一般网页呢 其实是针对法例的 两样东西来的 那我们看看 一些简单的概念 那其实都会听到 很多人说 A1 A2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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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那 には 有几样的事情大家要清楚的 无人机呢 在新例之下呢 会帮你无人机的分类 因应它的重量做一些分类 但是你的使用操作呢 都是一样有 夹一夹二的月类的 但是操作呢 可以是 不根据你 机的重量而做 就是什么简单来说 我夹一类的机 可以变成夹二类操作 我夹一类的机 可以变成夹二类操作 可以变成月类的操作 就不是单单说我夹一类的机,只可以做夹一类的操作。 那就是简单来说,因为那个刑宅呢,其实很多时候就看你跨越多少,就像开车那样, 我超速10公里,就怎么样?我超速,如果超速了100公里, 那么那个刑宅当然是会在这里考虑,就是简单来说,如果我是夹一类的机, 我涉及的违规操作去到夹二类的话,那那个刑宅可能不会被夹一类的机, 去到违规越类操作。那越相应,越知道究竟那样是什么来的。 那我们有分无人机的重量的类别,和无人机的操作类别。 那你会看到了,会有一些的人就很多说, 哦,我们现在航拍机会出了一些可能DJI的mini Free, Pro, 那样,很多人都会说,啊,这部机有消费券就会买, 买些什么,可能买无人机,买些想着旅行去用。 那有些人如果只看一般的操作,觉得很像,咦,标准的操作在甲一类这里, 咦,有豁免哦,豁免什么?不用跟民航署的许可哦, 亦都不需要登记哦,不用上网登记哦, 就是我认为登记新操作人员都不需要哦。 那很多人呢,所以就会买mini Free这个系列, 一个叫甲一类重量的机种啦。 那对于好似甲二类,就是在七公斤以下的机种, 或者叫进阶操作,必须要每次登记完之后, 登记得是登记完之后都要跟行处拿permit的操作的话呢, 那叫一般在重量计算,七公斤以上呢,就需要一定要了。 但是这个只是以重量做一个划分的, 那如果机的操作的涉及的风险管理是变了不同的话, 都是不同的,什么叫风险管理呢? 我们看看第二样东西。 好,那说到这里呢,其实有位老师就会提问, 就是说,不好意思,有点混乱。 请问所谓说明的成年, 是不是指十四岁还是十八岁呢? 有请柳先生解答。 是,我们法定年龄是成年是十八岁, 但是航拍可以变成一个法定, 法定就不是成年了, 法定的操作员。 因为其实我们稍后会说, 现在的所有航拍机和汽车一样, 使用的人要涉及公众的话呢, 其实使用航拍机你必须要做一个登记。 登记就是说什么呢? 我究竟谁在用这架飞机, 如果有什么东西就找到你。 那么一个合法的操作员呢, 其实呢,在一般情况下是要十四岁的。 但是我们法定的成年呢, 就十八岁了。 在驾车,驾车的方面, 不是说航拍。 我意思是指, 航拍来说呢, 现在是十四岁开始可以做一个合法的操作。 而驾车是十八岁可以去考车牌。 如果我记错,你就提醒我吧。 可能现在不同了, 但是以我所知, 驾车就是十八岁才可以考车牌。 但是航拍呢, 你就算不需要考牌, 总而你用航拍机呢, 你就必须要是十四岁以上, 以一般情况。 但是刚才提及过, 在教育的某些情况下呢, 是有一个豁免权, 是不需要十四岁都可以使用航拍机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因应因为教学, 和一些我们叫做现行的STEM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是需要在一个, 比较未达到这个年龄之计的人士使用航拍机。 所以在教育的范畴里面, 在合乎教育的某些情况下呢, 未登记而使用航拍机的。 而那个航拍机的类别是不, 在新例下, 就算你的航拍机是属于甲一类, 不用跟行处去做一个任何的登记呀, 考牌呀, 各方面的permission操作呢, 十四岁是要, 美及十四岁是不行的。 但是在教育用途呢, 是可以, 就因应, 但是都有一些的特定的, 一些的要求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回, 那其实新例下呢, 其实你也看到的, 他都会有列明一些的, 合不合适的拍摄的地方。 那就算我未提及到 甲一甲二粒类的操作都好, 那其实呢, 操作的高度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呢, 是三百尺, 是一个甲二类, A二类的操作呢, 其实就和 旧例的一般民用的操作高度类近的。 但是你记得, 这一新例下呢, 甲一类呢, 的无人机呢, 在一般情况下, 是不需要登记的。 但是意思就是, 你如果你的手机, 是没有登记到的, 就是说呢, 你的责任, 刑责, 是比较低的时候呢, 麻烦你, 飞的高度, 範疇, 是离地一百尺。 以往很多人呢, 都会去拗究竟, 离地, 地面以上, 离地一百尺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都会看航拍机的数据, 但是航拍机的数据, 因为是气压计的, 类比计算,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以起飞点作一个, 相对的高度。 所以, 我们可能在一个高的校园的天台, 飞出校园以外的地方, 大家留意了, 很多时候, 其实我学校都犯了一日光的民航例, 那够了, 不要紧要啦, 新来大家记得啦, 地面以上的计算呢, 是说的, 无人机, 它当前的位置, 当前的位置, 的直线下方的地面, 或者是海面的高度。 但是, 如果学校是离地二十尺的话, 你只可以飞低于八十尺。 以往呢, 我们经常都说, 不要高过一百尺, 或者不要高过一百米, 但是, 航拍机一般, 有些人会用米计算, 那么, 要将那个单位呢, 转回到尺, 会比较准确一点。 那么, 所以, 这个呢, 地面以上, 或者是, 土地, 或者水面以上的高度, 我们简称英文, 就是AGL, 一个比较基准的一个数值指引。 那么, 他也会有提及到, 其实, 一般上, 因为和公众安全的问题, 所以, 操作是不可以在附近的地方, 一定要远离人群。 总之, 人车船, 在你拍摄, 不知道你拍摄, 不知道有无人机在这里的时候, 的人呢, 我们都不可以靠近的。 其实, 就是一般。 详细的, 不涉及到营习方面, 我不详细讲了, 或者, 一会在KNA, 老师有提问的时候, 再提及了, 关于, 柳sir, 柳sir, 不好意思, 刚才因为提及到一些学校, 或者屋院的天台, 或者平台, 那有一位老师, 就有一位老师就问了, 那其实, 如果学校是在屋院的平台上面, 那么, 高度又怎样算呢? 应该就是说, 如果学校本身就在一个屋院上面, 那屋院本身可能在半山, 那这一部分又怎样处理呢? 好, 是的, 这个提问, 其实跟刚才也是一样的, 没有exception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 所有的法例就是说, 它无人机如果有什么事, 聚位的时候是直线下跌的, 它直线下跌, 而计算它究竟那个危险程度是多少, 所以一百尺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机, 我在校园的地方, 我不在天台, 在地面也好, 我飞出那个屋院化, 或者飞出一个山的高度的时候, 其实呢, 在说, 你的机如果有什么事直线下跌的话, 它只可以是低, 只可以跌不超过一百尺, 即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山顶飞出去的地方, 如果山是慢慢跌下去的话, 你的机必须要慢慢向下飞, 保持地面计算一百尺。 如果你没有能力, 或者不清楚的情况下去使用, 就属于一个老妄使用了。 那这个就是, 如果因为这样的情况是被知道, 或者是被提告的话呢, 那其实呢, 都会有刑制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了。 你在这个山顶, 不知道高度的情况下飞出去, 也都不知道那个地面的状态, 去沿着那个山势向下飞, 而保持垂直, 坠毁的危险情况一百尺的话, 那这个违规操作值 都是一个刑制上面的一个参考。 即是简单来说, 无论学校在屋苑上空, 还是怎么样, 飞机飞了的位置, 每一个位置都不可以, 它的土以下的地面, 或者是草地, 什么都, 什么任何地方, 都不可以高过一百尺。 那就是说, 我的屋苑, 如果学校的天台是二十尺, 屋苑的高度是二十尺, 只是飞来学校范围的话, 其实还可以飞过八十尺。 但是, 即是在数据上, 但是如果你飞来屋苑的话, 就要再减多二十尺。 但是, 我们就会说, 咦, 飞出屋苑的话, 就已经是突然间, 突然间犯法, 你就必须要降二十尺, 即是在六十尺的情况下, 才飞出出面, 那你才可以合法去使用。 不知道, 这个应该, 我想解释了那个问题。 AGL 计算是港加垂直, 墜毁的危险程度, 所以那一百尺呢, 就不涉及到任何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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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高一点的地方, 可不可以飞远一点, 或者飞远一点, 拿到高一点, 多一点的高度, 是一个错误的见解。 其实这个情况, 在旧历室, 旧历的情况都是一样, 不过很多人会因为这些东西去咬, 因为以前就不会因为, 因为单单这些东西有刑责。 但是伸历室,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一个老妄的情况, 就是针对这些各方面的细节, 去做一个合法的刑责。 那所以, 其实有时候见到在门行串网业这些地方, 就很简单, 一个离地高度计算一百尺呢, 其实都很多老师会这样问, 咦, 为什么我们的无人机没有这个资讯呢? 其实因为要很高的科技, 才可以实时监测到无人机离地的高度, 是准确计算。 那所以一般就用气压计, 就要起飞高度计算。 但是就不准确这件事, 就同一个风险的管理问题了。 如果你不清楚, 就不要乱乱飞出来校园范围了。 而且一样, 在教育指引下的例子也是一样, 你们的操作, 比如学生操作是低于14岁, 或者它是涉及到, 用夹一类机, 但是用夹二类的操作等等的, 豁免额的话, 你的机一飞到了学校的范围, 其实你就已经犯了法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了豁免权了, 使用航拍机已经离开了学校范围。 是的, 希望柳先生可以解答到这位老师的提问。 我们在聊天室也放了一些不少的资讯, 就是有关了, 柳先生的背景和香港服务之间的合作关系。 还有刚刚写了, 就是100尺。 100尺其实是若果相等于33米。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为尺和米有很多时候, 因为新旧法例之下, 有点混合。 那现在在说的是那尺。 是的, 谢谢。 好, 那再回来了, 那这个其实很一般的情况就是100尺。 所以我说, 其实在新例之下, 可能一般人呢, 就是我们简单来说, 其实新例呢, 複雜程度呢, 就匪如所思。 你会见到很多, 以往, 在旧例之下, 合乎资格, 拿到一些航拍的permit的人士, 他们都宣称是一些YouTube, 或者是自己的Facebook, IG都会讲及新的例子。 但是要注意了, 新例呢, 因为在, 在临六月一号之前呢, 都还有很多的小修订。 为什么我们选择今天去和大家说, 又不在六月一号之前说呢? 那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六月一号之前呢, 其实网行主义都不停在修订。 所以其实在网页上, 你会见到呢, 在六月一号之前, 很多的修订案呢, 是没有中文的译管。 那但是, 在修订案, 在早两三个月之前, 生效前呢, 又有中文译管。 那些人就会说, 为什么没有了呢? 其实因为修订了, 那个例子, 但是释出了的中文译管, 很多人就看过中文译管去演说, 新的航拍法例。 那导致上呢, 坊间很多时候呢, 都有些人可能在六月一号之后, 说新的文行法例, 就上网找了一个旧的版本。 那里面的很多的细节都完全错了。 所有的法例呢, 其实都是根据英文的译本为准质的。 如果翻译导致到的混淆呢, 其实是, 所有东西, 有些什么争论, 都是根据英文的译本的。 大家要注意这件事。 那你会见到, 其实在新例下, 我简单, 新例下, 一般来说, 有分架一架二月类的机种, 亦都有架一架二月类的操作。 那很多人都会提及航拍, 是不是来着, 是不是负责老师, 或者学生要考牌, 要去做很多事情。 那要理解几个步骤的。 架一类的机, 架二类和月类的机, 在登记, 又或者考牌制, 又或者一个豁免限制permission的申请, 有几个步骤的, 在一般操作。 那千万不要混乱。 有些人就说, 哦, 我是不是学校要找个老师, 去考读一个 course, 去考了一个牌照, 才可以监测到学生的使用呢? 那但是, 留意回了, 其实如果坊间, 现在找门行处所认可的操作资格, 就是, 其实叫操作资格, 坊间呢, 就将你去理解成一个牌照, 其实呢, 有少少错误的。 因为牌照以我们的一般认可理解, 我们考了一个车牌, 就是我们可以在道路上使用, 但是航拍呢? 其实航拍的情况就是, 我没有考到这个资格, 我其实都可以在外面合法使用, 只不过是限制不同。 我考到这个资格, 其实只是一个资格认证你去申请, 我们现在这个画面里面的, 相关的进阶操作的权限, 那就是说, 我老师考完这个牌照, 好了, 你得到这个人民币行处, 减海你的操作是合法的, 那我才再申请, 若干适合你的操作的permission, 你会看到AC001就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相关的条款, 由AC002, 无人机的基本操作, 然后, 这个记得, 你考了一个牌照, 不代表你得到这些permission, 两样东西来的。 如果你考了, 你考了所谓的毛署相应的牌照, 毛署认可你的资格, 但是你未有这些permission, 其实你的权限是跟登记完航拍机的权限完全一样, 没有多度, 不多不少, 你只是给了钱去理解AC002至0012的东西。 你有兴趣申请这些permit的时候, 你可以因应你理解了的东西, 去选择它的permission, 但是其实, 好了, 我真的很有心选择了这些permission, 是不是代表很多一般都是有一年的许可的permission? 那是不是代表我就可以飞呢? 但是,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学校, 简单来说, 学校的豁免权, 只是为一般操作。 如果你学校的地理位置, 或者是在一个临时禁飞区, 或者在一个禁飞区的位置的话, 你就不可以有exception了, 必须要根据行署的条例, 你要读完所有的, 你要认可的资格, 你要申请了AC02至0012的相关的permit, 然后, 再要 跟回应你的地区的禁飞程序, 申请禁飞解锁另一个permit, 而那permit只可以一次性的, 那 这件事要注意了, 所以, 其实有很多细节, 在教育的exception里面, 都要在普通法例那里找回, 那这个其实会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当然啦, 今天不是要去教育 一个文学署认可的一个理解, 因为我们和文学署认可了几年了, 其实都, 怎样可以合法, 又不要影响教育, 又不要影响公众, 亦都要公众有安全,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越来越复杂, 不停加插了很多细子印, 那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老师有兴趣读那些所谓的牌照, 其实读完你的权限呢, 和你登记了一个航拍机是无分别的, 那我们经常都提及到登记航拍机了, 究竟, 或者说到这个之后, 我都简单说的, 一般操作, 甲一和甲二类先, 我们叫标准操作的, 那你会看到刚才提及过的, 甲一类只可以AGL地面计算, 实时地面计算, 只可以高过100尺, 那甲二类有300尺, 怎样才可以得到甲二类的资格呢? 是否我的机器一定要重过250g, 才可以得到甲二类的操作呢? 其实就不是的, 那我们甲一类的机器, 就像DJI的mini Free Pro那样, 是250g以下, 如果我们架飞机有做一个网上登记, 就是简单来说, 我们认可我的机器有什么事出了意外的话, 我都会负这个责任的话, 你呢? 就会将你一个甲一类的机种, 变成登记完之后, 变成一个甲二类的操作了, 那你就可以, Mini Free Pro, 低于250g的机种, 由只可以飞100尺地面计算, 变成300尺地面计算, 那这里呢? 就暂时, 因为有老师都问了, 因为是Message, 因为柳先生, 其实就, 因为我们其实在一起的, 在旁边而已, 那我就负责帮忙, 就看一些聊天室的一些对话, 那有老师就, 哇,原来其实都非常的复杂, 那老师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 在学校教航拍机的需要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呢? 在学校教航拍机, 是需要注意什么呢? 好, 所以我就提及过了, 刚才就说, 我们是不是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学校教航拍机呢? 要注意一下, 教航拍机在教育上, 如果是以STEM的情况下, 当然是说, 可以在学校去找学, 老师去教学生, 以往的话, 或者可能外判一些人去, 去做一个操作,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 现在在那个法例上, 是有很多exception, 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做很多, 很多豁免的, 包括你可能不用买保险, 甚至上是有一些的, 登记程序都不用做, 但是如果有意外产生, 大家可以提及到, 那些东西, 其实本身是, 是给你们教育方便的, 但是如果是出现了意外的话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跟回新例, 就是说, 老师教, 有没有涉及到一个教育的失误呢? 就是学生的那次的违规操作, 或者那次的意外, 会不会是因为老师的问题而造成呢? 包括可能是老师叫他飞近一些, 老师叫他飞近一些, 又或者, 或者在飞机飞近的时候, 走去看不到, 疏忽照顾而造成呢? 那我刑责上呢, 又跟回旧, 就变成了, 学生开飞机的就有问题了, 老师是监测的负责人有问题了, 学校因为准许这一次的课外活动, 所以也都要负责了, 在新例上呢, 不是说不行的, 不过, 如果在新例下, 如果在操作上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下, 原来老师, 学校是没有保险的, 老师原来是不是一个有资历的人士的, 那去刑责各方面的事上呢, 就比较重一点的, 你说是否可以教呢? 是可以, 但是你在校园以外, 是不是可以呢? 其实就一定不行的了。 是的, 所以刚才又有个老师, 就立刻问了, 再carefer一次, 就是问, 想问问, 是否是否老师可操作, 即是可以教学生行拍呢? 老师可以操作的话呢, 如果老师在校园, 在老师在校园以外, 是一个登记的操作员呢, 那你在学校里面, 可不可以教呢? 你可以说是可以的, 不过你不是一个可以负得起刑责的操作员, 你可以教, 但是你不可以出事, 因为一出事的话呢, 你基本上呢, 你刑责会给, 有能力去买保险啊, 去, 我们叫做有一些操作的permission的人, 的刑责会高, 因为你只不过一般操作员, 但是你去教, 而导致到意外的话呢, 你的责任呢, 会比, 可能比操作疏忽的人士为高的, 是的, 这个要注意, 因为你是一个负责人, 而且你那个能力可能不是那么高, 当然, 你说我去, 还有因为如果那次的失误操作是因为, 一个学校的老师, 不理解这个法例而造成的话呢, 所有的刑责上,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呢, 学校的情况下呢, 教的人呢, 责任是大个学生, 也都大个学校的, 那这个是责任问题, 你可以教的, 不过, 就不容许任何的错失, 或者危险, 或者刑责, 是的, 柳sir, 柳sir, 那有位老师也很关心, 那其实他就说, 呃,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因为太多不稳定, 或者未知性, 那虽然学校的老师可以教学生, 但是意外难以预料, 那最后教学航拍机的老师, 是不是需要承大很大的风险呢? 最终老师都会怕了, 就是什么刑责, 而不敢再教呢? 呃, 这个呢, 你千万不要想着, 这一身例是好像想, 呃, 所有的这些的兴趣班都要外判给其他人教, 其实只不过是, 其实是帮学校的, 那这一样东西呢, 如果是以往的话呢, 很多时候一些, 不提及任何任何学校的名称, 就是, 够例下呢, 都有学校的老师是教行, 帮学校教行拍, 谁知道原来出了意外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学校的保险是不包的, 因为行拍保险是独立使用的, 不是一般保险可以包的, 那所以呢, 出现了一个问题呢, 就变成是觉得是学校有责任, 是的, 就是学校责任最大的, 够例的话, 新例呢, 其实是保障大家教学, 因为有时候可能老师, 负责课外活动的, 他就拿一部航拍机, 教学生去玩, 那如果出了事的话, 其实那个责任上, 就变成是老师的问题了, 那当然了, 你说那个课程是老师去教行拍的, 那他也要相对性要理解的风险了, 因为其实行拍机在我们现在理解上, 是比开车更加危险的, 对于公众, 那为什么, 就是我有车牌, 我就可以去教人开车, 就算是合法都好啊, 那我去学开车, 是不是要找一个有车牌的人, 还是找教车师傅呢? 是两个概念, 你可以找朋友去教你开车的, 但是朋友教你开车, 有些什么情况的话, 是不是教得好呢? 教那个人开车都没需要负责, 但是在行拍方面, 出了事就是教那个人, 就很大问题了,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那你说, 是不是会搞到站很大, 不敢教呢? 其实这个风险就一直要教的人去承受的, 因为如果学生是, 譬如是十四岁以下, 或者没接触过, 而你是觉得自己够经验去教的话, 你的责任是一直是要大的, 但是如果那个老师, 因为现在保险有半年宽限期的, 如果老师说, 不要紧, 有什么时候我都能买到保险的, 那我去做吧, 但是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 现在保险公司, 因为都很害怕这件事, 一般人去保险公司去买一个航拍保险, 就算刚才提及过那个, 那个, 叫做占底费很高也好, 他都未必受理你, 就是说我想买保险去教学生, 其实保险公司, sorry, 老师, 我们不受理你的申请, 那这个情况下, 你再去教, 其实老师就有, 一个叫做未受认证而教育, 那, 而出事的话, 去刑责你已经是最高的, 那, 当然, 老师很想教这件事, 你可以去尝试, 去坊间一些受认可的机构, 去读这个资格, 然后再申请, 刚才提及, AC02-008, 相关的, 那, 你得到了这个资格之后, 你去教的话, 我相信, 保险公司, 学校, 或者, 所有人, 就算出了意外, 就算出了意外, 盲行处就有理由相信, 相信你不是因为一个操作失误而导致意外的话, 相对刑责就会小一点, 但是, 这里也讲多一点, 我们会讲过, 得考到一个坊间所谓的牌照, 而得到特定的, 的AC, AOP的, 就是AC002-009等资格的人士, 齐了, 拿了这些资格的人士, 现阶段在香港有多少个人呢?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在刚刚前几天, 我们帮这个海洋公园拍摄的时候, 其实全香港, 以我所知, 只是批出六个人, 那你没有想到, 是六个人? 其实是比真机师更加少, 而且, 有部分的人, 是因为是政府的一些相关机构, 可能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主管, 或者一些街公园, 必须要长期使用航拍机, 而不能够经常外判, 那这些等等的若干的人士, 才得到所有的资格, 包括好像我们, 港珠澳大桥兴建的时候, 封了所有的飞机升降, 让我用航拍机去飞, 那我们这些, 就不需要考任何的牌照, 都可以拿到资格, 但是要考核而拿到资格的人, 在早几天的话, 全香港计算, 有六个人, 是的, 所以, 暂时到这里, 因为原来很多老师有很多提问, 其实今天很贴切, 我们今天希望做到有关学界的航拍Q&A, 因为真的, 有太多疑问, 也就是因为很多老师打电话, 来问我们, 怎样怎样怎样, 可以怎样做怎样做, 所以我们就决定和柳先生, 因为我们是一个策略性的长期合作伙伴, 一起做很多有关的航拍工作, 所以就特地安排了今天这个时间, 希望可以长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 好, 我觉得应该就要给多些老师提问, 反而会更加理想, 就知道原来老师其实在担忧些什么, 好, 第一件事, 第一个题目, 柳sir其实也看到了聊天室的, 第一个题目, 柳sir就问了, 就是说学校如何选择这个航拍保险, 第一件事, 是的, 第一件事, 其实你是不能选择航拍保险, 你只是因应你的机种操作去问回保险公司, 是否受你买这个保险, 还有呢, 那个保险你说选择的话, 其实香港来说, 现在是没有, 就好像那些人说, 我想买, 歌手我想买一个, 我贴我的声音, 那样, 那你就看看, 其实他们会不会, 会不会想, 想收你保险, 那当然啦, 现行阶段, 好像有些人都说, 就算责低费这么高, 25%, 说五百万, 你要赔足一百二十五万保险公司, 才再赔的话呢, 其实保险公司呢, 很多人都会说, 你一定要读了所谓的, 所谓的毛行署认证的 course, 才给你买, 即是你说, 买来一个没用的保险, 其实他都要你读完, 拿一万元读完的 course, 拿了个认证资格, 虽然没有permit的, 没有任何permit, 才给你买, 那我们就因应你的机种风险, 买回商营了, 如果在甲乙里, 现行法例呢, 就是五百万的, 那如果是月里操作, 就是一千万, 是的, 但是一般现在, 外面的情况下呢, 他们很多说, 有的卖票, 好像大生保险这些公司呢, 事实上呢, 其实你去问他呢, 他都是没有报价的, 其实他们现在是拿着一个数据, 因为在这个生例下呢, 其实有半年的豁免权, 就包括你不买保险, 那我们都会当是你的合法票, 就是简单来说, 出了事, 拿机那个人, 或者负责那个人, 或者如果学校情况就是, 学生, 老师, 老师教嘛, 学生拿嘛, 学校准许那次的活动嘛, 三者去负责, 如果受伤那位人士的赔偿金啦, 因为你买不到保险嘛, 虽然法律可以不用买, 但是如果真的出了事的话, 你就要负责这一部分啦, 就是等于, 老师,我买不到保险哦, 但是我去教, 出了事的话呢, 那就是, 老师, 学生, 学校去承担这个风险啦, 但是如果是我们叫做, 就是等于我们或者可能其他有资格的人士, 或者是买了保险, 或者是合资格的人士去做这件事的话呢, 学生出了事, 呃, 我们就会用保险去做一个Camp啦, 但是保险的Camp呢, 因为那个, 我们买的那种呢, 就那个贬底费, 不会说去到百多万, 这些这样, 那些没用的, 我们就买到那些是, 就是相应是, 可以是那个贬底费低一点的保险啦, 那首先这个贬底费呢, 就变成是和学校和学生无关啦, 就变成是我们一个叫做, 叫做, 合资格的教育人士去负责啦, 那但是这一样东西, 当然了, 方家可能很多去做一些教育的团体都没有提及的, 那学校要注意啦, 如果有新的这一样东西, 就是要考虑的话, 要留意回啦, 如果出了事, 究竟那个人的保险金, 以下就是贬底费, 那个赔偿金, 究竟是那间机构去做赔偿啦, 还是, 机构学校和学生家长去, 一起合, 一起去赔偿呢, 这件事就要写清楚, 以我们和HV Discovery 的情况下, 那个有机会造成的贬底费, 是保险公司还没有掌握到的话呢, 就会相应是我公司和HV Discovery 去做啦, 那这方面, 我想大家就不需要那么担心, 因为这一样东西, 其实你想去买, 或者你想去做呢, 其实法例虽然在, 但是你想突然想拿多保障呢, 法例其实已经宽松了给教育的了, 但是你还想宽松之后再拿多些保障呢, 其实保障呢, 其实就要找回合资格人士啦, 那这方面就可能要, 好, 暂时呢, 先来到这里, 因为真的很多老师提问, 原来, 柳sir, 因为真的很厉害, 那第二个呢, 其实你聊天室都看到的, 首先先解答了周老师先, 那你会看到的题目呢, 就是说, 如果另外老师想报道一些无人机的课程的话, 文行署是不是有官方的培训课程啦, 第二件事, 因为呢, 坊间实在太多类似的课程啦,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就是同一时间就在问第二条问题, 就是说, 如果没有教这个航拍功能, 或者小型无人机的玩具, 就是例如Telro啦, 是不是一样会受这条条例规管呢? 即使没事就没事啦, 有事是不是就是任教的老师负责呢? 我相信其实老师都很担心这个个人的责任问题, 柳sir。 是, 总之, 所有情况下, 包括, 你是不是得到一个exception都好, 所有的意外的责任呢, 刚才是这样了, 拿机器的人, 负责的人, 允许当次使用飞行的人, 三人是同罪, 但是刑责, 就等我官盘啦, 我们就不清楚, 但是刑责的计算呢, 就是, 我老师, 我学校批准你去拍摄, 就是, 老师你说可以的嘛, 我批准你啦, 那, 老师, 买不到保险, 但是都要教, 而出了事的话, 那其实老师的刑责是最高的, 学生因为是未用过航拍机, 他的刑责会最少的, 因为我是来学的嘛, 是你保障不了我去学的时候安全, 没理由他的刑责会最高啦, 那所以, 你说的责任呢, 一定是在任教那方面的, 就是你说你这一样东西, 等于我在学校去教学的话, 可不可以找一个没有资格的人去教呢? 可以, 你去补课的地方去学, 是可以的, 你都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教的, 是的, 但是这个不涉及到, 因为你考肥佬不会有什么事嘛, 但是, 在行下就不同了, 出了意外的话, 要有刑责, 要有罚款, 要有赔偿的时候呢, 你要承担这个风险, 这个纯粹一个个人风险管理, 不是说想把所有责任交给老师, 而老师根本上是承担很高风险的情况底下, 都要去做这件事的话, 他有兴趣, 是的, 方家有些培训课程, 那其实在文行署网页呢, 都有一些叫做那个认可课程, 那个课程其实, 重新一次, 只是认可你的操作能力, 或者叫做教识你, 在法例上不明白的所有东西, 其实那样东西, 这个能力的资格, 或者俗称的考验呢, 是没有直接影响到你买不买到, 你得不得到一个特别的豁免, 只不过你熟了法例而已, 但是你也是这样说, 如果你读完课程, 知了所有法例, 但是又考不到上面的真正有用的 permission的话呢, 而操作失误的话呢, 那就当然是, 或者依然叫学生去做一些, 叫做原来有高风险, 或者违法行为, 包括飞离了学校的范围的情况底下呢, 那就变成知法犯法, 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就是我很清楚考完车牌, 但是我考完车牌之后, 我可不可以去充红灯呢? 是的, 就是你已经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你还充红灯呢, 就是最佳一等的, 等于我如果读完那东西, 知了所有法例, 但我教学生都是违规, 其实你就最佳一等, 但如果你不读这些东西的话, 又买不到保险去教学生呢, 你就直接刑责, 还有这个赔偿金呢, 都会是很重, 读那个读书, 在范围署有登记的一些合资格的机构, 读完之后呢, 你就应该会理解到法例了, 但是呢, 到你要考permission呢, 那样东西呢, 那样东西呢, 就是第二样东西了, 而Telo 的问题呢, 就是说, 其实都会是一个教育stamp 常用的机种, 那么记住, Telo 这些机呢, 我们叫做比较, 都是250g 留下的机, 你可以很多时候选用Telo, 想拍摄的话, 就可能选择多一点, Mini 3 Pro 啦, 等等的情况呢,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你不会用Telo, 如果你说我用Telo, 做一个无人机表演, 在外面的地方做一个演练的话, 那就记住了, 你的地方如果是一个密封的空间的话呢, 那其实一个六面密封的空间的话, 其实你也是可以使用一些低于250g的, 因为那个空间计算, 在一个密封的地方, 就不符合公众的空间的了, 那你可以用Telo, 就是学校用Telo 机的话, 如果在校园范围, 当然可以, 如果在教育情况, 在校园意外想用, 基本上就只能够室内去做, 如果你不能够在室内做到的话, 你只能够用一个围风的空间,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户外一个围网, 六面围网的空间, 总之机是飞不到出去的空间的话, 那我们叫做一个六面围风的空间, 你就可以用Telo 机去做一个演算的表演了, 那么, 那规管是一样, 总之, 它都是属于无人机, 但是, 它得到的豁免权就跟mini-3一样, 因为是250g 留下的机种, 是的, 好, 那柳sir, 另外, 一位老师就问我了, 那就是想理清一下, 如果在校内发生无人机的意外, 是否一切都负上刑责呢? 那刚才柳sir应该都说了, 应该解答到这件事情, 如果还是涉及了一个公众地方, 那刑责其实是否完全不同呢? 我又想问一下, 涉及到其他公众地方的情况, 就要留意, 记得, 新例是不用有意外, 就已经是有刑责的了。 不要搞错了, 在赔钱的问题, 或者有没有意外弄傷人, 你跨越了你的风险管理, 跨越了你的操作的权限, 就已经是违法的了, 不用弄傷人。 即是说, 我老师教学生去拍学校的时候, 把机器飞到了学校, 我才能拍到学校的正面。 那这方面, 其实学校是不行的了。 你要见到所有学校的外观, 所以机器要离开学校, 才能够闊拍到学校的话, 其实你已经是没有了豁免权的了, 因为你不是在校园里面。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AC009这一部分, 就是针对在校舍内用无人机的指引了, 定的情况下才可以的。 这其实解答到很多大家的问题, 因为有STEM教育的问题, 所以, 其实, 我们都和文学主谈了这么多年, 都会提及到STEM这个情况。 就是刚才和老师提及的TELO, 以及学校社里面用航拍机, 其实都是一样。 刑测各方面的赔偿, 就是看你, 出了意外, 那当然是赔偿人说赔一百万, 二百万就是赔偿。 罚额就是你的违规操作, 而犯法的违规操作, 就是最高十万元, 以及坐监禁两年。 但是这件事的话呢, 就和你出意外是两个风险。 就是我违规操作家, 出意外真的弄到人, 首先你要应付赔偿金那边, 然后再应付民航处的起诉另一边, 是两件事来的, 不要想着没有意外就没事。 还有现在新的航拍法呢, 是多了一个叫做起诉机制, 就是说呢, 譬如我在公众的地方, 看到老师带着学生去飞, 接着之后我拍下了, 不停在我们头顶上飞, 那我觉得有问题, 去盲何处汇报, 盲何处看你的操作, 原来是一个违规操作。 那这个起诉呢, 就不关任何的意外的了。 你看回我们多一些AC009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危险操作呢, 只是适用于在学校教育的用途, 而且特定的条件, 包括什么呢? 你要在特定的范围。 范围是什么呢? 在学校组织的项目和研究, 就是说我今天学校, 老师放学, 见到学生比赛, 跟着是跟学术研究无关的情况下, 用航拍机呢, 留意回, 你已经是没有一个exception 的了。 定义呢, 就跟一般演算是一样的, 的重量计算。 维风的范围呢, 就留意了, 绿面, 天花板这些等等的地方。 校舍的意思呢, 即是你学校的地方, 才叫不涉及公众有一个豁免权。 那, 什么叫做指名的学校呢? 即是可以受到这个exception 的豁免权呢? 那一定是指定的学校, 跟回一般我们以学校的计算。 所以, 艺术中心举办营运的管理学校都是一样的。 那么, 最紧要就是我们提及到, 你的飞行只是指明在校舍以内的。 是的, STEM 的操作, 你在校舍内 去操作。 甲一甲二类的机, 你不可以飞, 因为甲一类的机登记了, 就会变成甲二类操作。 所以甲一甲二类的机, 都是在校园里面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都是一样的, 不可以高过三百尺的。 甲一类, 一百尺。 甲二类, 三百尺。 学校用航拍机的话, 有登记到的话, 就变成甲二类, 就有三百尺。 一定要是教育研究用途, 但是不可以用这个用途出了户外的地方, 必须要在校舍里面留意。 而且校舍的地方, 如果是限飞区, 我们提及到英文叫RFZ, RFZ的地方叫做特殊限飞区。 如果校舍在东涌里面属于一个特殊限飞区的话, 你只能够用航拍机的地方, 只在一个室内的地方。 是的, 如果你要在室外的地方, 不幸运你在一个禁飞区的地方的学校, 你只能够在室内使用航拍机。 是的, 稍后我们也会提及过, 在登记一个叫做ESUA这个网站, 都会提及到登记无人机的一些资讯。 亦都在忙处出一个叫做ESUA一站通的APPs里面, 可以去辅助学校去登记航拍机和学校。 但要留意一下, 登记的航拍机, 负责必须是学校的名义登记, 因为学校是负责这部航拍机的操作。 即是这部航拍机有什么事呢? 其实学校是要负责做一个责任人的。 我这里也会提及到究竟, 注册的时候要些什么, 而且在登记的时候也会提及一些你的资讯。 最重要的是提及过所谓的限飞区。 在里面的飞行图会看到的, 这个就比较明显一些。 我学校在哪个范围会不会涉及到限飞区, 你会看到红色这些范围就是限飞区。 在这些范围使用航拍机, 无论你有没有牌照, 即是有没有一个合资格的人士, 无论任何机种, 就算是夹一类的机种, 你只可以在围风, 在这些红圈里面的地方, 只能够在室内使用航拍机。 就算我是香港陆的人都好, 我在这些地方控制这些机, 我只能够每次一次性申请一个批准去做。 所以如果不幸, 学校在这些范围里面的, 你stamp 的上课, 你航拍机的使用, 只能够在室内, 除非申请一个特殊的许可证, 就是我们所谓的RFZ,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现在, 今年25周年回归, 也有很多官方的航拍的宣传片, 我们都在帮他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都会申请一些叫做RFZ的拍摄, 但是我们主要是在维港一带。 要留意, 要小心, 就是, 学校有些校园是比较近一些九龙区的话, 也有可能会涉及到在一个RFZ的范围底下。 而且, 有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叫学校都要登记航拍机, 或者用航拍机之前, 都要去开一次这个地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图是实时去, 增加, 减少这个限飞区。 如果是不涉及任何, 或者假如不知道我在限飞区飞, 总之你在限飞区飞, 航拍机现在是刑责是最大的。 是的, 因为譬如, 好像现在, 来近25周年, 一个一些特殊的项目, 譬如好像现在回归, 其实我们都收到航处, 他们会提及到, 在6月24日至7月4日期间, 会有一个临时限飞区。 注意, 现在地图上说的是特殊限飞区。 但是, 亦都会因应任何的大型节目, 可能是国家元首的情况, 或者大型的活动的进行, 都会有一个临时禁飞区。 临时禁飞区, 都是在期间, 你使用航拍机, 就已经即熟犯法了, 任何机种。 好了, 那这里也应该解答到, 有些老师问, 就是刚才问,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学校范围是否能否用航拍机呢? 刚才刘sir也说了, 在学校范围的范围里面, 就是100呎, 如果你登记了甲二类, 就是300呎, 离开学校范围就不行了。 那你在学校进行发授, 其实如果你只要做足刚才提及的资料, 各样东西, 那其实应该是可以进行的。 那因为, 那现在这个时间呢, 其实不觉不觉呢? 都原来已经差不多, 去到我们的尾声了。 因为航拍的新法例呢, 其实真的相对来说是相当复杂的。 那如果老师, 你们是仍然是因为现在, 或者之后也都有一些活动, 是真的需要在教育啊, STEM上面, 是要去进行一些航拍的活动呢? 那如果你们是需要一些的支援呢? 那你们就可以找回我们香港的Sofie机构啦。 那我们因为过去长期呢, 都是帮协助一些不同的学校, 是进行一些合法的航拍, 或者STEM教育的一些课学活动。 那而我们刚才, 其实都应该在最初一头也都有写到的, 就是其实, 我们会为学校呢, 去做一个, 就是购买一个第三者五百万的一个保协。 因为其实, 现在在这个航拍法例之下呢, 其实, 刚才有老师都在私立下来问, 就是, 咦? 在那个申请的航拍, 是否个人都可以申请了? 不好意思, 不是个人都可以申请的。 那所以呢, 都提及回大家, 就是因为, 在这个新法例之下呢, 第三者保险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所以, 我们如果万一要做活动, 或者是学校要做活动也好, 謹记, 保险是非常之重要的, 无论你是自己做, 或者是找人做也好。 这里我想, 你都要在日后, 无论是Tendering, 或者是找第三方去合作呢, 今天的讲解呢, 其实都会令到你多了一些的资讯。 那如果各位老师, 你真的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随后我们欢迎大家, 可以 full e-mail, 去送一些 e-mail 去给我们的同事, 那我们的同事会随时, 会和柳sir, 大家去解答大家, 有关你们航拍的一些的疑问。 因为, 法例实际有太多了, 那也都未必完全能说完。 那所以, 希望今天可以解答到, 那暂时今天就会是这样, 那也都很多谢大家, 听今天的分享。 那另外,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那解答一下, 老师在户外用航拍机, 拍摄一些教学素材, 是否又是行不行呢? 新法力之下, 柳sir。 是的, 记得了, 校园范围以外, 不是以外的地方, 只要你航拍机, 离开校园范围, 你就没有一个, 就算是教育的条件下, 或者一个教育, 合乎所有教育, STEM, 所有的教育意义都好, 你已经离开了校园范围, 你已经涉及公众了, 那是跟随一般的法例。 你老师都非常紧张, 亦都很顾慮, 就是究竟航拍在学校如何进行, 那也是那句, 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一些 航拍活动需要去支援的话, 那儘管问我们, 那我们可以尽用我们的能力, 在我们的范围能力之下, 和合乎这个法例, 和可以做到一个保险的情况之下, 去协助各位老师进行STEM, 或者一个教学上的工作, 那好,再次感谢柳sir, 多谢你今天的来想, 以及去跟老师分享, 多谢各位老师, 好,多谢你, 晚安, 晚安,